大家好,今天做一個簡易氣炸版的掃千層麵 除了焗焗之外,我今天還會試用氣炸鍋來煮 我覺得更方便 我是掃口仔媽媽 這裡是材料,你可以截圖慢慢看 這裡就是基本材料,我主要是清淡全貨為主 比較少新鮮的材料 蔥蒜,洋蔥,蒜,乾蔥 不吃蔥蒜可以不放 我家裏剩下很多芝士 用上酱油,素牛肉,罐頭 這是乳酪 正常不會放乳酪 但我覺得都適合味 可以代替白汁或異色軟身的芝士 通常用來做千層麵 我因為真的想清淡冰箱 所以其實材料很多時候都可以變化 不需要那麼執著 總之你覺得適合味的可以取締 不要浪費冰箱的東西 盡量用它 喜歡的醬汁可以加其他東西 芹菜、紅蘿蔔、肉醬 我這款是在芝士棧購買的 你知道它的貨物不是長期有同一類貨物 這款是不用先煮的千層麵 可以直接拿去烤 我試試直接拿去烤 但如果不放心 怕不夠遠 可以先煮5分鐘 但沒有煮到最軟 不然煮出來就是一坨 這款是素牛肉 可以用生豬肉代替也可以 其實混合了茄汁 味道都已經蓋過了 用什麼都不太覺得 其實清淡面有兩個汁 一個是芝士汁 一個是肉醬汁 我現在用一隻雞蛋混合芝士 和乳酪 和乳酪 做成一個白汁 很濃的芝士白汁 你可以不用乳酪 是用意大利軟身的芝士 但乳酪可能是不太肥 我主要是想清淡乳酪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份量任你 你喜歡吃芝士 可以加多一點 我剩下一點就鋪麵了 正常芝士 就不只是加PARMESSON 你加上水牛芝士 有拉絲 但我家裡沒有 我又不想加片莊 因為乳酪 如果乳酪也是找代替品 我覺得有芝士味 我又加了乳酪 我覺得夠濃 但你喜歡幾種芝士 混合在一起 很香濃的芝士味 你可以自己選擇 加兩三樣的芝士 然後攪拌均勻 你看到有乳酪 有芝士 有一隻蛋 攪拌到它更容易鋪 待會覺得稀少少便容易鋪 睡覺 睡得沒什麼所謂 吃多吃少芝士 是很個人的 你問我不吃奶淚 那你就可以煮白汁 用橄欖油 麵粉 和杏仁奶 或者豆奶 做一個稠稠的白汁 就代替了 當然風味就不同了 然後煮素肉醬 加橄欖油 多加少 因應你是不是減肥 爆香洋蔥 早點加洋蔥 沒什麼所謂 後來爆香 蒜頭 剛好 平時外外菜 很少放干蔥 因為我看洋蔥 又想多些豐富味 我會放乾蔥 都是那些葱蒜類 如果不吃葱蒜 就不要放 可以用芹菜代替 今天用一個懶惰方法 是用半尖番茄 枝蓉 可以用生鮮番茄熬 我有一段影片 下面在妙術欄放了連結 用新鮮番茄做番茄醬汁 要多一點時間煮 但風味當然不同 罐頭雖然沒有營養 始終做了罐頭 酵素都沒有了 但甜味和濃味是會好吃的 然後爆香這些素牛肉 你喜歡叫羊肉也可以 知不知道是深色的扮肉素 都是糾類製品 以前說過很多次 人們說只好不只心的問題 我下面又放了連結 聽法師怎樣說 我又不是法師 聽法師說 解不解決你們的疑難和答案 我覺得都是方便 初初想吃素的人 真是吃了長素 或者吃得很清 你們自己選擇用不用這些東西 但對一些吃開肉 濃味 你每次要這麼淡口 別人試都不會試 因為入門 家裏不是只有我大小吃素 何況現在留學 其實我們全家都不是吃全素 偶爾吃一下素 但不會完全吃得很清 大家都將就 一家人 其實吃素只想好 首先家人的關係好才好 如果吃素吃到全家都很煩惱 這樣就不太好 我又會放少許番茄糕 讓它濃味些 還有種一下雪櫃的存貨 我快就搬了 所以最近很忙 都少拍片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 其實我每逢星期六都會出片 可能是其他話題 淘寶開箱 諸如此類 希望一直支持的朋友 都一直支持 我覺得YouTube好像是 有時取消了你的訂閱 你們如果支持的 就有時間檢查一下 有沒有出新片 或者可能取消了訂閱 你收不到通知 那你就要自己找一找 那調味方面 你可以放普通乾的香草 什麼香草都可以 你自己喜歡 那你可以 看看你手上有些什麼 就放什麼了 那我這些是羅辣來的 乾了的 那加些糖 鹽 胡椒粉 因為為什麼加糖呢 因為 因為 番茄就有一點點酸味 那乳酪也有一點點酸味 那所以糖我都會加多一點 帶回味 那都適合味的 那胡椒粉 你可以早一點下 或者遲一點下 也可以 那我現在就加上它 那你見過 那你見過我胡椒粉 其實是加得多 那你見過胡椒粉 但是吃下去 我又不覺得很工備 那我便不明白 那我便不明白 平時的人 撒一點點 其實有沒有胡椒味 吃到 好了 然後就加上 兩罐番茄醬 然後煮均 它就是了 因為這些已經很濃縮了 所以不需要煮太久 那你剩下的醬 你說不喜歡的 那我撈意粉 吃下去就可以了 又可以給肉茄 也可以 那煮多一點點醬 流離其他食材都可以 放在薄餅上面焗 放在麵包多煮上面焗 也都可以 好了 煮滾了 其實已經可以了 可以 攤冷一點點 就開始鋪 不攤冷也可以 因為你用錢筆上去 那我今天用這個意大利麵 它是薄一點的 就不用預先煮 那它的包裝有寫的 叫你不用煮的 那要煮多久 你就因應它的指示 那我這個它說煮25分鐘 那我就會煮久一點 因為我怕不夠軟 你知道意大利人吃那些 通常都比較 不是太軟 但我喜歡吃軟 那很簡單 肉醬 放在底下 然後鋪 鋪著鋪著鋪著 鋪著鋪著 鋪著鋪著 還有意大利麵 一片一片鋪上去 那你說不夠闊 那便放一節 下去鋪著鋪著 當然你不要太迫 因為它又會脹身少少 這樣一路排上去 那芝士就任你 所以多點少 那就慢慢一層一層鋪著 那記住呢 每隻牌子的千層面 煮的時間都不同 一定要參考 包裝上面的指示 這個就是最後一層 都不要太悶 因為它會脹身少少 麵會脹身少少 我都怕我現在太悶了 又少少 還有那個醬汁 如果調得稀 都會安全一點 因為那個麵 需要稍微一點 醬汁 那它就容易脹身 那我第一次試這個牌子 那我看它的效果 會不會很易軟 希望會 如果不可以 就加少少上湯 在旁邊 讓它浸一浸 先焗 那就安全一點 那最後鋪面 可以放些芝士上去 這包芝士我會用完 所以我用手拿 我喜歡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還可以放些麵包糠上 讓它更加金黃 那初頭焗那一次 25至45分鐘 視乎你有多深多厚 這樣 它這個牌子 就用320度的 即是低溫 即是中溫這樣焗 就用石子鋪一鋪 但我又沒有石子 稍後我會用鐵盆 蓋一蓋 即是不想它表面焗 又沒有焗熟 那之後第二轉的15分鐘 至20分鐘 你就可以拿開鐵盆 這樣就焗到表面金黃色 那我先用中溫焗它 因為也有說過 不想它那麼快 表面焗 所以我應該用石子 但我少用石子 而且都用光 就用碟蓋著它 先讓它不要那麼容易焗 然後再用高溫焗 焗面頭金黃 通常都是一個中溫 煮比較長的時間 煮到它裡面軟辣熱辣 再用一個高溫 將表面燒成金黃 那中溫的時候 就可以用石子蓋一蓋它 那我另外就做個氣炸板 因為用的時候 汁都沒有什麼 那我就再開了半罐 蕃茄醬 這樣倒下去 氣炸鍋就很簡單 隨時拉開來 都可以看到它有沒有洞 如果不喜歡用這些植物肉 做肉醬 你可以用茄醬煮一些雜菜粒 煮到它軟 例如西椒 椰菜花 這樣 粟米 這樣煮成一個 用茄汁煮成的雜菜醬 來代替都可以 如果想有拉絲效果 就要用水油芝士 即是Mozzarella 我今天就是用Palmason 所以就沒有拉絲效果 氣炸鍋通常都需要時間短一點 這些都是家庭做法 份量口味可以調節 加加做的版本也有些不同 一個步驟就是要把孔 因為我這個硬身 所以刮孔的時候有點難 有些人會拆牙籤 為什麼要把孔 因為它穩住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片片 它整個東西會撐起 可能會影響造型 所以我就在適當的地方 把孔刮孔 因為我這個未煮過 硬身的 把孔刮孔刮的時候 會比較難刮孔 但如果你是煮過那些千層面 之後就埋床孔 煮過那些千層面 就要很容易刮孔 我一份就氣炸 一份就焗 看看分別是怎樣 一份就是氣炸 150-25分鐘 即是一個中溫 不要那麼高溫 讓它裡面都熟透 加通人物很喜歡吃千層面 如果年紀又回到我 應該都會知道 在留言板告訴我 你猜到哪隻動物很喜歡吃千層面 味道就像肉醬意粉 小朋友通常都很喜歡 這個煮法 你完全吃不到是植物肉 你可以看到一層一層 脹了 都是熟了 軟了 你的汁如果再稀一點 就會更加易軟 我們吃了剛才氣炸 那份四個人都覺得飽 又可以分到四大份 真的可以八人份都可以 所以我的份量 你們要小心 勉強都可以分到八個人 如果穩陣一點 就當分六個人 每人都有大份 放在冰箱 我想三個月都沒有問題 再焗熱的時候 你們都是用中溫焗 你可以加少許水 讓它不要那麼乾 然後淋起五分鐘 才用高溫 讓它肯定是全部熱的 因為你不要全程高溫 面有焦燥 記得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點贊 留多點言給我 互相交流 也可以加入我Facebook組群 下次再見 拜拜